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 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 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 好 亲民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收看第23届 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赛事直播 我是贾刚璐 今天特别荣幸和著名国手彭圈老师一起讲解 彭老师好 彭老师好 邱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也是非常荣幸再次来到天原围棋频道 来给大家讲解这一盘应该说是 这一届龙心杯中的一个焦点之战 对 非常关键的一战 因为这一次其实韩国的成绩并不理想 只剩下深圳旭这一员大将了 那现在咱们中国的副帅米玉廷九段 就要跟他展开一番激战 对 这一届是韩国号称孟之队 很积分前五 很积分前五名的高手悉数登场 对 号称要碾压中韩 结果呢 没想到那个孟之队出场之后 前面的棋手发挥都不佳 对 有一些那个拉胯 然后直接导致呢 现在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了 对 中国和日本的分别都还有两位棋手 也就是说站在韩国的角度 对 这是小深 对 小深因为之前在正式比赛当中 已经对中国棋手取得了21连胜 所以确实他是我们应该说 接下来这段时间的一个很大的对手 所以大家呢也格外的关注 就是咱们中国的顶尖高手与他的交手 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实时画面 他好像需要去冷静一下看起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这班其实站在韩国队的角度 其实深入去压力非常的大 对 就是如果这一届韩国想拿冠军的话 需要联姻四盘 对 就是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了 只剩下他一员这个大将一个主将了 而中国和日本的话 基本上现在是一个平跑的状态 对 当然中国呢是敏玉婷九段和柯杰九段 实力非常强 日本的话是伊利辽和余政企 大家如果关心的话 昨天也应该能够知道 昨天日本的锦山玉太 已经输给了中国的小米与玉婷 对 就是小米功累成功 就是说其实日本也算提前派出了一张王牌 对 虽然说效果非常好 打出了一个之前打出了一个四连胜 但是在锦山被淘汰掉之后 虽然还有两位女人大将 但是说实话 从实力纸面上来看 日本队想夺冠难度也很大 我觉得就相当于他们要面对柯杰 李玉婷或者是 陈仙旭 陈仙旭 对 就是说压力也非常的大 但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话中韩的对决 说白了 如果小米获胜的话 韩国队就会久违的获得了一个老三的位置 第三名 而且是号称孟之队全部出局 也会非常尴尬 是的 所以说今天其实小生 我觉得心里的负压非常非常大 是的 就是说万一输掉的话 就是整个就感觉全完了 嗯 而且大家也知道虽然说前面是连胜的 但是呢 说从其的内容上看 其实 很多是逆转 对 对 深人旭并不是无懈可击 而且很多棋局都是我们在小关子阶段的一个被反超 嗯 所以说呢 今天的话 如果再度啊 比较小生陷入到了一个困境中 还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对 我们拭目以待啊 好 那这个比赛呢 是下午一点钟开始啊 我们先进入棋局 来看一下这两这盘中韩的巅峰对决 对 就相当于那个 这个韩国时间的两点啊 嗯 对 我们中国北京时间的一点啊 对 经过拆线的话 这盘棋是呃 深人旭直黑 对 小米直败 对对 然后比赛是采用韩国规则 嗯 贴环六摸板 对 上来下了一个新小木格二雷星 就上来都差不多啊 嗯 然后下了一个单关手脚 然后撞上去肯定直接 我们都看到 我们一庭小米现在棋也非常的有气势啊 嗯 马上撞上去也也是现在维系的一个 呃流行的一个套路啊 就是天昏地暗啊 就是那个旗下的啊 尸痕遍野 所以说键盘棋的话呢 可明页小米也是要趁趁追击 发挥出自己上架的一个风格 对 这个时候呢 撞击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了 而你说手脚行不行啊 比如说点三行不行 挂脚行不行 那当然都行啊 嗯 这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棋风的问题啊 装机的话呢 大概率啊 一般大部分的棋会下成这样 对 下班之后下一个这个打赤 然后贴啊 打 然后藏起来 然后黑的拐吃 这时候呢 白的应该大概率不会拐啊 嗯 拐的话会被直接拍死 这样的话整个 右边黑棋的时空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会下到一个 昌温一手啊 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走下面 那我再走 那这两个很明显会 呃 至少有两到三步棋的便宜 便宜啊 所以呢 黑棋要粘上 粘上的话记住白的可以先挡一下 对 然后再拐头啊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一个标准的乱战的一个局势 嗯 是的 主动选择的小米也今天非常的自信啊 嗯 说实话 呃他的话呢 也是我觉得其实我们 呃 其实一直 这个成绩非常的稳定 而且也是经常是不是也有冠军入账 嗯 只是呢 那个最近一两年呢 就是世界大战上感觉那个出境率没有那么高 还有就是 呃 有时候老是可能会会输掉一些企业 嗯 导致一些企业我们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些高手们都 中国这些高手们是不是都 那个不行了 或者怎么样 嗯 其实没有啊 嗯 就是最关键问题就是 呃 我刚才之前跟请我们开玩笑了 现在最关键问题是经济的这个赛场上 中国太内卷 对 金车最守有很多 啊 就他主要是最大的一个困难是有时候拿不到参赛资格 对 就不是说倒在了敌人的刀下 而是队友太强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个选拔赛啊 他不太好出现 选拔赛非常的难出现 对 所以说呢 不是说他水平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盘棋也选择了一个最激烈的一个下法 嗯 应该说最近的状态还是非常爆棚的 是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黑棋的选择啊 并没有选择这个常见的 这个选择真的很很少见啊 鲁鲁这个棋我不知道 这不这么下真的可以吗 对应该说平时大家可能也见到了啊 这个碰可能十盘有九盘都是下班的 都是下班的嘛 对对吧 这个我都会啊 嗯 但这盘棋呢 黑棋就选择了一个少见一点 非常少见的一个棋 而且这个棋一般来说在韩国棋手的 那个视野里下出来非常的少见 因为其实我们也给丘梅介绍一下 呃在我印象中的韩国的高手 包括小生啊 其实都很喜欢实地啊 嗯 就是韩国的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 就是一个类似一个风格啊 嗯 就是非常的酷爱实地 所以说他们下棋的话 一般很少会把棋下在 特别开局的时候下在外面啊 嗯 那接盘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直接把棋 走在了上班的位置 而且这个局部直接送掉了很多的时候 嗯 是的 一反常态啊 不知道是后续有什么研究吗 还是说 这个比赛有点紧张 我觉得 对因为我们刚刚分析过了啊 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呢 其实呃 这盘棋当然非常的关键 但是对于小生来讲 他是没有退路的 而我们的小米呢 在在不管怎么说 后面还有个科技 他的心理上肯定是尽量为国争光 但是我还有队友 就是哎 再说个特别直白话 就算今天 真的就算输掉了 也也本身也不丢人 而且呢 中国队也还有希望夺冠 对 所以说 而且特杰的话也只需要再赢两盘 就算今天小米输掉 嗯 也就是下一轮 他们要内耗一盘 是日本跟韩国 对 所以特杰只要一个二连胜一战能够 中国队夺冠 所以说 呃 作为这个 加上担子来说确实没有那么大 对 而反观小生的话呢 他是需要一波四连胜 他因为现在没有队友了吧 他只能队友太坑这次 对 号称的这个 前五梦之队 对 梦之队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我觉得 就是任何项目都一样 就就一说出什么梦之队了 感觉就有点 对 这种什么 败人品 对 什么银河战舰 类似这种话啊 就是就感觉有点危险 是的 对 就总感觉这个画风有点 这个偏离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危险啊 对 因为你一说梦之队 你可能对自己的期待值也会升高 但其实大家的水平都是非常的接近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心态上啊 把自己放在一个上手的状态 有优势的状态 其实很难下的 所以说小生现在他其实跟很多人下 其实他的作为他的对手 可能都会有这种冲击感 所以就反而轻松一点 但作为小生自己来讲的话 他肯定就多重的压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盘棋布局 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少见的啊 他选择了取势 那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进脚 对 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 他上班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能用这种退的啊 退的话 他再立下来 我们这边搬的就很重了 非常的不划算这个地方 因为你还得去照顾这些子 对 如果立的话就不用说 直接变一个二字头 相当于一个被摁住了 反弯也是不行的 这边打的是杀不过的 所以只能是下班啊 下班的话 黑棋基本上会选择一个 外打或者是粘的一个下法 嗯 就说这里也肯定是不能虎的 球们这个颜值太低了啊 对 再拍一下之后会排气在后退 这里的话 球们看到 被打一下之后非常的重复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自己将这个形状呢 要更高的效率呢 基本上也会用接啊 嗯 接的话白的一定是挺头 因为这个对 如果你看这样的话 跟刚刚我们被打吃一下 这个对比啊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说白的一定会挺头 那挺头的话黑的会拍白起啊 因为它是一个必然的 对黑器如果跟着硬 那白起形状就太舒服了 所以说会拍然后白的接住 然后黑的再挡脚 嗯 就是黑的白的爬出啊 这里的话也跟亲友们说呀 原来的话 这种形状带更多的会选择直接跳 嗯 那直接跳的话有两个小的弊端 一个的话呢 是逼过来之后 这个形状的眼位 还是会有一些缺陷 嗯 第二个呢 就是对对方的压力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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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完的话呢 以后会有一个拍起 好点 对脚上会有一个二路搬完之后 未来有可能的一个冲断 就是在这边比如有一些坚硬的时候 情况下 如果你是跳的话呢 尤其你置身这里有有断点 是很难再去冲断对方了 而且对方拖鞋 对这个子压力比较小 如果是黑气长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跳出啊 或者是再爬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呢 呃 再逼过来的这个压力 就会大幅度的缓解 嗯 这也是呃 这个地方呢 有个标准形状吧 嗯 呃 反正我见的是好像 很多高手不太愿意下黑气啊 除非是这边有一些有一个很好的搭配 但是有很大很好搭配 人家也就不靠你了 对 你要不会碰靠这个 可能会直接去分头 所以说 一般来的这边 不会有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外事 嗯 所以说下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 呃 这个局部虽然也是两分 但是我个人的话是更推荐 其他我们注意 我更推荐下白气啊 不这里不太建议 就我们下黑气啊 嗯 因为黑气的话上来损失掉很多时空之后 其实不是很好把握 球们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 不是特别好把握这个局势啊 对 从这个视频里也能感觉到 其实现在我们的小米是一个很放松啊 很气定神闲的一个状态 然后感觉上 我觉得他今天这番棋 从他的表露出的面貌来看还是很不错的啊 感觉 呃 应该是这会儿看起来他觉得对局势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 看他的坐姿已经 对 我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 对 然后看小生这边的话 看起来有一点紧张 耳朵有点偏红啊 而且神情相对严峻一点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从表情的分析感觉现在小米还不错 待会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实际的结局其实都都说不清楚啊 对 因为我们还是得从棋盘上来看啊 现在这个地方白旗拐完之后呢 刚刚彭老师也介绍了黑旗有可能长或者以后走其他的 所以他是先保留了一下 选择了在这边挂脚 他长的话有点损控 他以后还是会保留一个这边 走 就是从夹击过来的可能性 拦过来拦过来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挂脚呢 白旗如果简单跟着硬 黑旗可能在这一块就会形成正式 应该会是一个柴边嘛 柴边或柴边啊 所以白旗要破坏 破坏一下黑旗的模样 所以夹击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下方 对 然后黑旗反加 反加 反加的话 这里肯定是不能点三三了 点三三这个被白旗这里 走安定之后 旗有没有看到 又又下了这个外事会非常的尴尬 对给大家看一个 比如说旗有门可能经常见到的一个长形 但如果现在这个方向的话就显得黑旗 这个定时 非常非常糟糕了 可以说已经布局已经凉一半了 就是 是的 应该是不能够这么下的 所以说他应该是要反攻 黑白旗 就是说要逼住白旗 而且不逼的话 这里也会被白的拆过来 拆过来就这个就刚才我们说的 音乐的轻微的这个冲断就会 二路搬完 对以后我搬你 你可能不能打 拆不住了 那你整块旗的眼位其实都有问题 比如他反战也是一个正常向上 对 这时候会白旗呢 一不做二不休 你看这边 我们刚才说还有一些隐患嘛 嗯 小米先一个适应手 舒服了 对他先问一下 你这个地方补补补补 那他只能霜 对然后交换完这一下 可能对这边有点帮助之后 打一下 对他干脆把这个大肠给抢了 拆了 拆完之后呢 呃这个旗子呢 我们会看到 嗯 肯定是要被小深猛攻的 嗯 那这个格局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 我更看好 白起 嗯 因为这个韩国棋手 真的我很少见他们下这种大模样 然后攻击了就下反 嗯 对而且从风格上来讲 如果是小米和小深做一个对比的话 小深也相对更均衡全面一些 那小米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是栗战型的 所以说这盘棋 我觉得小米的这个策略啊 目前就是导向一个我先把你的时空抢了 然后现在呢我留给你一个攻击目标 那看你怎么来出拳 嗯 所以接下来黑棋就要想怎么去进攻白起这颗棋子 嗯 实战黑棋是跳出 实战两位应该说今天非常的暴脾气啊 嗯 这个真的我觉得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新增序 哈哈对吧 嗯 小深其实呃 虽然也是偏栗战的棋风 但小深还是我觉得上来会先进行一些 先摆摆造型对 不正 然后不是这个直接这个锤子就直接大锤子就抡的那种棋手 对 今天话也是感觉到有点急于求成 嗯 嗯 嗯 对 是这样子 而且感觉这个格局现在刚好白棋就给他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本来我估计小深拦过来的时候 他的预想可能白棋要在这一带先跟着走 毕竟看上去咱们黑棋子已经不少了 但是白棋现在又捞了一票以后 那压力就来到了黑棋对于这块棋的进攻上 如果你不能占一些便宜的话 那你可以感觉到这盘棋的实控 黑棋可能会有压力 所以现在黑棋跳出 白棋跟着硬之后 黑棋到底要怎么去追究这颗棋子的问题 呃说实话这个下法反正我肯定不敢下啊 就正常来说 我觉得反加或者是一些 类似这样的棋 感觉会更加的 看起来 有一个反挂吗 嗯 或者是这种 这种是不是会看起来中庸一点啊 就是实在那个下法 说实话如果能那么下的话 他白的不是直接就凉了吗 对就是气势满满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很多棋友们的第一感啊 包括我们自己下棋可能 你肯定会想到就是我一跳 你跟着我硬 然后我当头一震是吧 把你震进来 说实话就特别像那个就是很多棋友们在实战中啊 那种就是气势如虹的下法 这里当然不是说棋友们这个棋下的不对啊 就说 这种棋很像是那种对吧 呃平时下棋的一些棋友们 栗战型的棋友们那个下棋的一种风格 嗯 你居然还敢不理我 我先给你那个当头一棒轮进去再说啊 但是在作为这种事业冠军的层面 一般来说这种直接无脸的下法 一般会相对少见 因为还是会呃更多顾忌一点对方的这个呃 置孤的能力 嗯 而且呢对方如果是都被一震就死了 那你对面做的也不是事业冠军 对 所以说今天真的我觉得小小生有点依反常态路 就是 非典型的神仁序感觉 有点 虽然说白的看起来也挺危险的 但是 虽然死可以死不了 嗯 这里压肯定是能出去了 这地方点完之后呢 如果能点到 对 这里可以靠 未来这个靠出也是看起来是 比较明显的一个出头点 但他有可能这边先压做 做那个 准备工作也是适应手 搭出去 实在不行 那飞出肯定也能出 所以说呃 正常说说如果是 那个攻击的话应该是往那边偏一路会感觉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联络完整 其实是有一些缺陷的 而且你证完之后对方这个点 请我们注意 就他这个点 其实 我觉得很明显 点完之后刚才都说的这个靠出嘛 其实白的 白的真的点了靠 黑的也不知道咋印的 嗯 就是感觉这样偏离一路会 感觉是中庸一点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你比较厚嘛 所以我们从咱们的起理角度来讲 就这一块你的包围没有那么完整 就照顾他一下 然后这里比较厚 其实白气如果只是简单的这样出头 那他刚好也撞到你的后势上 并不是你担心的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这时候我们先不动手 就比如说现在这边做一些准备工作 骚扰 先看看你 比如说我先投尸问一下路 加一下看看你是什么情况 我非常的想反击 反击的话 我们会在这边 比如先跟你进行一些战斗 有没有可能 对 就是把这个子先放着 就是做一些余回 余回包抄嘛 这个是我觉得更容易 或者更正常的一个思路啊 如果是你比如说这样 那我 忍耐的话 那我先挡一下 这个是很舒服的 肯定有便宜 而且我这个挡呢 肯定是会照顾到这边 这时候我们再来嘛 不管走哪个 嗯对吧 你冲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边先煎一下 我们比如说啊 这边进行一些这个战斗 嗯 好像这个更像是一个比较 就是相对来说成熟 或者是稳健的下法 但是今天的话 火腰味非常的浓啊 嗯就是 我不知道两位发生了什么 直白 其实昨天就很奇怪 昨天的景山 也是下的呃 完全不是四年设的时候 那个风采了 嗯 今天说实话 深深小声下的 好像也跟之前的 那个流氓感觉那种 沉稳的那种风格 那个特别在布局啊 对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而且说实话 刚才就是这个点怎么办呢 其实也没看懂啊 白个你要知道就应该会点 嗯 我来看看实战 实战的话确实啊 就是点的 那这个时候到底看黑棋怎么选择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黑棋粘 白棋有靠出 那现在黑棋愿不愿意这样简单的粘呢 他实战没有粘 他选择了一个 先拖一下 缓解一下你这个把我冲过来的严厉性 然后等到你扳的时候 压住 他还是要在这里形成一个封锁 这个说实话就非常的 双方走钢丝了 这个是 呃霸气是够霸气 但是真的行吗 不知道啊 因为这里拖完之后 其实这个冲还是存在的 虎当然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虎的话有另外一个问题 旗友们姐妹拍一下太痛了 对 因为现在出棋无截 你去打截呢 白了提 没有截 你不知道找哪 但是这种骑行旗友们一定要慎重啊 这个 这个这个造型 我们刚才说过嘛 就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封锁这边他就死 他还能从这边靠的嘛 嗯 这块其实呃很难被禁杀掉的 对 但是脚上这样的话已经先一塌糊涂了 白了一定从这边靠继续寻求腾罗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这么想要单压的话 当然好是好了 如果能单压不虎就拿下旗友们 但是 你是不是也把我们小米放太放在眼里了旗友们 是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个米亦婷啊 这个 如果是你压他没有反制手法的话 这个钱就挺漂亮的 对因为我好像通过一个这个虚晃一枪 然后我完成了封锁 因为以后他在火啊 旗友们你就打不了了 如果他这边攻击完了 对 比如说咱们这都定型了 他就可以打下去转身了 对 我可以再打吃你 哎 虎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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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在沾上 对 这样的话 当你这块活的时候 这个吃通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他保留一下是非常的凶狠的下法 如果他虎你打不了你只能单粘的话 请我们看到这里就会留下一个巨大的隐患 以后这个联斑非常的严厉 就这样 他会留下一个打结啊 就是他先攻你 如果你这时候从那边压出皮育奔命的话 他先把你封锁住 等你做活的时候 他再一虎 你就非常的难受了 嗯 这也就是小生的那个 这个 这也就是小生说实话的一个如意算盘 对 当然了 小米米玉亭是不会答应了 我们看 其风凶狠的米玉亭啊 是的 是怎么样对待你这种花里胡哨的下法的 我们来看看 对 就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其他的风格的起手啊 有可能是现在这边啊 或者这一带做一些准备工作 但是呢 小米的风格是来吧 咱就直接站吧 别整那些没用 我觉得小米的时候下棋非常的有气势啊 嗯 就是其实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有时候他状态不好的时候呢 就容易那个用力过猛 直接把自己自己陷进去 但是状态好的时候他这种下直线的攻击的下法 一个是非常的呃精彩过瘾看着 二的话呢非常的有效啊 嗯 很简单 在他的字典里我点你你就得接你居然敢不接啊 我因为我如果走别的你就有机会弥补这个世界 你居然 那机不可适 在我点你的时候你还有想有别的想法 对那就来吧 那你想多了啊 嗯就杀吧 那对不起了 那就直接把你冲开 对对吧就是对吧 在我字典里我刺你你应该只有一个下吧就是结束 嗯你居然还敢还敢反抗 当这个冲完之后当我们前面都开玩笑 冲完之后我们会看到啊 白了有一个非常顽强的好手 就是把这个头给搬住 对因为看上去这有个针吃 哎这里呢又有一个吃 如果退的话呢 飞的是完全能接受的 他这样一打一打 其实这样打打打打就行 这样打也行就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会看到你在拐吃其实已经厚手了 他会把这边给给罩住 嗯不知道怎么罩就这样 你下边的话呢 肯定黑的是白的不敢杀黑的 嗯这样的话就算白起能活黑起也是能接受 因为脚上已经已经拿到便宜了 而且直接反抗过来很舒服 黑白的还得不起啊 是的 这块起根本就不厚 所以说他搬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手段很紧凑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先手防住这边 那我这边一粒就把你四个拿下了 对对 所以现在搬的时候黑骑是 如果你下这种跳他直接就立下了 就露露说了你这个吃他管 对他杀不过白起的大家可以看一眼 对如果你只是这样子 简单的形成一个转换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白脚是非常可观的 这样的话黑鸡不能满意 黑鸡还要再补一手 对所以说你他搬你你不能够跳吗 而且你不能够跳的话 他马上要要关门吃了 所以你你你也只有一个下巴 其实和和米云亭下其实有时候蛮痛苦的 就嗯为什么说蛮痛苦的 他总是不给自己留退路 那就反过来你也没有退路 他也不给你留退路 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你们俩下骑下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经常会那个那个什么啊 就是华山一条路啊 嗯嗯嗯 那现在呢黑鸡是搬 对这个时候其实白鸡也是面临选择啊 因为我们搬一下以后好像白鸡也防住了 但是不一样了就被拔通了 对但这样的话跟刚刚的效果天上之别的 刚才那个子没有被提掉 甚至我可以直接提对就白是在这 不是我可以白黑的可以直接提 这样你拐的话 明白我就不走这个不一定会挡了 对对这好太多了 这个好太多 所以白鸡不能接受 白鸡一定把这个接住的 接住白鸡的视角里非常的清晰 这我就AB这可要杀你 这里我要利死你 这里我要拍拍断你 嗯白鸡的视角里根本就没觉得这个局部 就是你像你既然不防这个瞻 我冲拐网杀你的 对就在米玉亭的视角里 他不是说这个冲完之后是做活的 他是要反杀你的 对只有这个时候黑鸡也很痛苦 如果你这时候进脚 嗯嗯 我先立一下 脸别立了 万一立不到了 他就先一挖 怎么办 黑的直接就外面就就崩溃了 对你如果要这两个子 而那这里先被穿透 先被穿出去了 你脚上再再立下屏我打你一下 打个针 你得停下头我再立下 对 你怎么能让我搬这个头 嗯 就就这样的话 黑鸡是不能接受的 刚才我们看黑的时候封锁的吗 现在被穿出去了 嗯就黑的的话呢 但是你也不能下虎 这个虎这个虎这个太远利 你刷不过他 对 直接就应该是就再见了 去盘切啊 这卡住就行 嗯 应该直接就对吧 没法杀 你如果连我就简单连 这个肯定杀不过的 对 如果你搬我就一加 应该是就搞定了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鸡也要使出一个苦肉剂啊 他要通过一个抢鸡仙手 他就希望沾完他再搬 对 那么昨天先扛住去 对 这个时候白鸡呢 就也是有很多种选择 首先是不能下这啊 其我们注意这一冲的话 这个里面是杀不过的 对 你如果给你们交一个经典手机 这个就不是小米了 对 这个就人就没了 所以这里的话 白鸡跳会被靠 如果猴呢 我就冲完了一尖 所以说这时候白鸡是一定要在这边去走棋的 那我们看实战他是怎么走的呢 我觉得实战才是米玉亭的风格 他是跳在这 就普通的话是连接 但是呢 这个对黑鸡的这四颗子的压迫比较小 他现在 他就打打脚了吗 你就挖不到了 打他就贴出来再跟你跟你熬战 对 所以说现在他也不能接受被你这样子 先说便宜直接杀你 嗯 双方可以说这里已经没有 马上鸡盘棋就没有布局了 就对 马上就进入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死我活了 对 因为黑鸡这四个子不能死啊 就咱们是白鸡脱先了一手 然后我要攻你 我如果这个四个子死了 我太没面子了 那这场战斗肯定是以黑鸡失败而告终 所以黑鸡呢也需要先沿自己的气 然后看一看跟你怎么来杀一杀 沿完气之后那肯定只能是冲了 因为 呃 请问话这时候再活 活就不行的 我这个白的先接住就外面被打了 哦 这两个刚才是这样的 这样是可以的 这两个交换完这一出就漏了 所以说他这时候不能活 他只能冲 嗯 那冲完这里面是个白鸡脱 把他接住完要拐死黑鸡啊 双方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没有什么 呃 退路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 嗯 赏米非常自信啊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那个 对吧 坐姿已经有那个造型出来了 已经有那个范儿出来了 感觉对自己的对杀非常的自信啊 对就是一方面是对格局啊 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形式 他都是很满意 而反观小生就是一如 之前的严峻 所以我们感觉上这个战斗上 应该双方也都是觉得 白起更好下一些 说实话也不知道是真严峻 讲严峻 这个玩意儿 呃有时候这些高手们他做一些表情 也是具有一个明显的迷惑性的 嗯 不过彭老师这个就是你看现在疫情嘛 就是咱这个对面看不到 这应该是跟过去不一样 这过去如果咱们下面对面的起 我的每一个表情都影响着你 对对对 但现在我的每一个表情你也看不见 以前有很多高手什么那个各种 摇头叹气 哎其实已经 呃不是他是为你摇头的说你今天 你瞎太臭了是的 你怎么瞎那么臭啊是的 你还以为你赢多了 然后结果全是那个障眼法啊 对是我为你的这个局面而感到惋惜 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的话呃确实是大家坐在这个电脑前的话呢 就是呃这方面就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你已经对方也看不见你的表情 是的 所以说可能这个表情会更加的真实一点 就是对这个局势的一个走向 所以我们接受看到好像呃 白琴的米丽婷会觉得自己更加 自信一点 对 我觉得说实上这个局面也能理解啊 因为这种乱战本来就是小米最最擅长的一个领域 就是双方就说白了 最好就是别有啥布局我们拳拳到肉 小米就说我们上来就直接啊 直接拳击大赛啊 就别跟我扯那些什么效率子孝 对 因为很简单 我把你吃了我就有子孝了 你又很有些攻击手是这样的 你看他下棋像小米包这种棋 他孤注一掷对吧 嗯 其中我说这边你看黑的很大 那重要吗 你这都死了 你肯定没我大 对对吧 就是我现在下的看起来是投入很大 是损失很大那不重要 我把只要能把你吃了 就是说这种其他义无反过这种攻击 的这种下法会非常的凶狠 这个棋我们看到呃这个粘完之后呢 我们来再看起 白黑黑黑可能就只这类类防嘛 被打回来就没有用 就实在也是跳下啊 对要么就是这 要么就是这总之要分断 那就是差不多的这两个大同小异 然后关于下一步 下一步就体现出他的风格 雄狠的一面了 对就是先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白棋其实是可以在这块棋的对沙当中 其实已经占据了一个优势的身位了 所以我们看到里面的话明显是白棋有五口气黑的就四气 虽然说这里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总体来说黑棋杀气肯定是不容乐观 对就是这里要提醒一下 其我们就小心啊黑棋未来他通过这个跑跑跑 他有一天说你这不如气 但是现在不敢先跑完天上有七 对 所以说大概率这样下完就是我补一个 然后你也补一个 你也这里补一个或者是这里补一个 呃就是说其实拐的话 黑的已经是局部全军覆没了 嗯但是呢呃 黑棋的视角里呢气掉之后由于大本营没有受损嘛 嗯然后还拿一个先手局势的话呢 比如说我加加一加然后呱呱脚 局势的话应该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状态 对 虽然说感觉白的不错 对因为毕竟白棋在一个我比较被动的状态啊 我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但是呢不够致命就就是说这个棋呢 你还能下啊 就是在在李玉婷的视角里小米下棋很简单 就是只只要有机会 一棍子把你抡死的情况下 就嘛就是 绝对不会手转 嗯一定是直接直接上力量把你抡死 所以说呃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 你看到能吃到脚上六个的情况下呢 他要扩大战果 对他的意思是我先把你打中啊 这个地方你别想一手棋不好 别想让你对一手棋就什么跳好 没有这种好事情 对我先打了场我们来看一个 我还要当个头这都是绝对先手 对我要破坏你的形状 你只能弯你打不了这里有一个先手 是你只能弯 嗯我先把你走中之后我再管 对他的目的是就是如果你拐出去 嗯他先这样拍一下 然后呢他直接把你一手给吃通 嗯这样吃不然那个木树大 而且脚上不用收气味道也好 然后你你还得这里对你再补一手的话 我我不会放过你的嗯你走服气 我就站出来直接就从这个 根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而且呢脚上会拿到更多的木 因为刚才是要收气的嘛 现在吃在这个位置就全是木了 脚上会差很多时空 这里主要影响到这边什么挖了挖了 这种以后的关子 刚才其实黑的收气都先什么 非常的凶狠 最后是说小胜也是不能忍 如果是这么拐出去 被讲直接拍死好像也很没面子 就就沾上了 他沾上之后双方就直接进入到一个 超级大型死活体的一个状态 是的 我觉得你再次颠覆了我对围棋的认知 我觉得现在下一盘棋太难了 对黑棋一粘 就正常的逻辑就是因为本身局部收气呢 黑棋也可以选择跳 跳的话就是冲了扳 然后看上去呢这样的话 黑棋觉得自己又多交换了一口气 他希望下成这样 这样我可能对这边还 他在拐嘛就是你至少能要多收三口气了嘛 对 而且这边你也挖不了了 是的 自己弃紧的原因至少能插到五目左右 五目或者五目以上 所以说白的这时候你居然还敢粘啊 我们来看看小米怎么下的啊 对小米说什么 什么这两块对下不不不不不 你你这里活了吗 对你你搞错了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棋马上啊 一打吃这是决心 然后白棋直接推车 就是他说我跟你换一个对啥对下 我现在的对目标是这块了 咱咱们来比一比啊 我五口气看看你 你肯定只能顺嘛 对 这个死就得不下了 这就不是必然的 我给你顺下去之后 就是说我们从肉眼来观测 如果你尖或者任何的斑杖 我们只只看暑气的角度 你反正只有四口气 对 里面呢 我还有斑回去的余地 现在你根本就管不了里面了 因为你外面这个棋筋要死了 这个棋筋就死了 这般棋直接就可以起地了 就对 大家看一下就这个 这个本来呢 白棋的战果是这个角 就如果这个棋筋死了的话 那连里带完全死了 对 所以说小生这里想便宜 呃大概五目旗的这个设想呢 遭到了白棋啊 明月亭小米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击啊 非常非常强烈啊 这个时候应该是头大如董 这个天下去说实话啊 我个人觉得 就这样天下去之后 对黑棋的压力会比白的大的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棋呢 白的是还有退路的 实在不实力不济 你脱 脱困了之后 他至少还有搬一路保底的 他有回旋余地 他里面至少是不会说近死的 但是黑棋如果一旦一招不胜 战败的话 战败的话 直接就可以收了 也就是说 韩国队在这些农心杯 直接就可以出局了 就是压 心理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大 啊 起我们这个棋 啊 而且我们看到表情也是呃 小生非常的严峻嘛 刚才说了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在没有注意到 他直接往下推 就是我们刚才看表情就推下去之后 呃 其实好像小米的这个坐姿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对 就这会儿还算站成就坐直了一会儿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就是 泡杯茶悠闲的往那一靠 靠在那个 对 福尼上 对 他为什么能靠在福尼上呢 其实就是他认为这个战斗 他是比较有力的 对 而且从这个呃 角度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一点什么呢 就是 啊 米玉婷强大的这个 攻击能力 我觉得嗯 就是真的很可怕 对 感觉一旦就是 落入他擅长的这种近身搏斗的话啊 这个小身现在非常的危险 呃 小身现在 首先得搬吧 我们再来看啊 这里的话 他实际上是尖了一下 尖肯定是对的 这个因为不可能搬了 而且我们这里被夹死了 所以他一定是尖一下 尖一下之后呢 他断了一下 断一下 这些都是必然要下的嘛 然后虎一下 这一定是要下的 对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分析了 这两块对沙黑漆气是不够的 那么也就是说黑漆想要这活 他必须要在外面 外面去寻找黑漆的机会 对 去延气啊 所以得把你断了 这个是 没有办法 因为他如果夹的话呢 被拍吃 他没有解采啊 这个是全盘没有一个解 就算他刚才不断也没用 对 如果现在用这个 用这个断的话 就算黑的白的硬 嗯 也不行的 是没有下一枚 呃 再也没有结了 因为你挺的话 我可以提 嗯 你这里夹不死我 如果你吃的话 全部看就没有 全盘没有结了 对 看上去就有一粘 这个粘是带的响的 所以说夹是不行的 夹不行 他就只能是断了 靠外面的这个 白旗的这个弱点 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文章 但感觉上黑漆还是挺凶险的 看一下断 那白旗首先打吃 我们刚刚说黑旗没有急 这个是白旗能够打吃到的 对 所以白的就是接的 这里不能寸步不能让啊 请问 因为退的话呢 天上一长 嗯 呃白的就危险了 请问 对 因为你这边如果一松啊 这边被这边就是一拐 直接就被夹住了 对 所以说这里也是 寸步不能让啊 他就只能打吃 他这话逼迫小 小声逃 因为他现在尝不了嘛 尝你可以把这个提掉 这里管不死 这逃的时候呢 先追吃 对 状况的想非常非常紧凑 再追吃 下到这里 说实话下这我以为已经结束了 对 看上去好像这白旗一虎啊 黑旗以为已经结束了啊 我为什么说以为已经结束 也跟其友们摆一下就这个局部呢 就是呃 如果你逃 就是刚才我是以为啊 嗯 已经这个棋 看起来那个 就是黑旗很很危险了吧 嗯 因为你逃的时候呢 好像有这么一步棋 如果是我走别的很危险 我贴的话 贴话好像还不一定了 你可以这样贴 其实也一样 然后就如果加开这里要加 他这里要蒸吧 就是但是呢 白旗有一个就是我也可以直接走啊 就是我可以这里先直接 这样 对这个要点 你如果走 我走 这样的话呢 就是其友们会看到呢 呃 有了这个子之后这个局部 白旗黑的是杀不掉白旗 你吃出去之后 我有这个子做建议你这里封不住我啊 封 好像是封不住啊 对 给大家看了清楚一点啊 这样 呃 对 但真的我不太自信 但是我感觉是这样啊 就好像是封不住了 如果你先冲好 我也弯 你再冲的话 我就退 对 看上去这里有一个打了跳架 但是 注意了 对 你自己欠了欠了气的 所以说 呃 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下巴是不行的 就 对 但通过这个图呢 就能够看出来 如果黑旗这个地方有气的话 好像这个跑也可以跑 就比如说黑旗能够把这里延成 对对对 所以说他实战这部棋是好棋嘛 嗯 如梅实战这部棋可能就已经 急速来这个棋 对 实战 呃 深深血 还是我觉得非常的强啊 展现了他的水准 但是这这盘棋说实话 我不知道谁下的更慢一点 那个 我觉得从这个走势啊 从这个我们小米一直在这个浮椅上休息的感觉 我觉得肯定是应该小深用的时间更长 因为我感觉整体就是之前我们在看到实时画面 应该其实我也有看到啊 就是就是老米的这个状态还是很舒服啊 然后感觉小深一直在盯着电脑在思考 所以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小米在时间上会有一定的优势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他的这个特写画面 对 啊 我看到的虾条 对 说到农心碑啊 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比赛其实在疫情之前 每一年都是有这种线下的解说 然后呢 会有很多喜爱围棋的小朋友去现场听大盘讲解 然后听的小朋友呢 就可以拿一大包吃的回家 对 他那个有很多 对 就每次是一个农心大理包 对 刚才对镜头是 转过来是我正在看祈福啊 对 非常紧张啊 我确实这个地方给大家做讲解也是比较困难 因为双方的很复杂 非常的复杂 对 所以刚刚进的怪 切怪的时候我应该是埋着头 对 对 不是没有在干别的啊 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是拿着这个来实时的关注起居的进展啊 对 非常的刺激啊 但说实话不管怎么样就是 呃刚才我们摆到这里之后下一步棋 呃也是展现了我觉得韩国第一的一个水平啊 就是确实这个局势 首先黑棋的那10个棋精绝对绝对不能死到里头 死完这连带的两片棋都死了 嗯 就他无论如何 不管最后是怎么变化的 他也一定是呃要把自己的这个10个棋精 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救活的 对 救活之后再聊啊 不管是多少 是的 因为这10个死了就下不了了 对 所以说在这个呃情况下呢 就是10万伙计的情况下 确实他这个棋呢 我们来看到 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职业桃会有这个家嘛 嗯 所以说他这时候先延气啊 确实 这个棋 非常的冷啊 冷冷的杀手气 就问你就是你的应手 如果你想防住我刚刚的手段 你必须要这样子 这样好像扛不住 对但是你这样子注意了 你本身这个地方对于这边也有影响 就是这个其他很复杂 就在于黑棋以后 比如这里可能还可以从这边收起 这脚上怎么 他打吃他就打吃就可以 对 这个形状请我们注意了 他是四口气 你们仔细看 他不是三口气 小心哦 你收不进来哦 就是这样之后 一完之后没有二 二吃不住的 你必须得回一手 其实他打完之后 他这个打是不损气的 他还是有四气 这是黑棋最大的资本 这样的话 如果你硬拱感觉就危险了 对 其实你这边棋也很紧 打完之后已经报警了 所以说他再逃 估计就要凉了 因为飞的就全是先手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他现在他走的时候 你是团不上的 但你也不能脱线 脱线的话 直接一个追身就 就把你干掉了 所以说围棋是真难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简单粗暴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从上面的话 他这里是连续的追打之后 你就没来 对 这个看的 只有三气了 加都是没有用的 现在这种什么后势都是浮云 白的死了 连弹里面也死了 所以说千万不能讲这些 讲这些花鞋子的腿 大局官的双方箭就是杀气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的想团团不了 那也说只能后退一步 又不能脱线 所以小米只能后退一步 那后退一步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靠这时候的黑系 已经是 其实中间逃的话 好像已经是脱身了 就这时候 黑的其实只是想拿 怎么样能拿到更多的 一个利益的问题了 对 就刚才我们分析过了吗 本来白起要靠这个妙手 但注意了这个时候 贴到这个时候 对黑系可以单冲 对吧 你现在有妙手 但我一单冲 你不能打吃我一喉 那么我冲完再打了一跳架 你就进去了 我把这些都贴了 对我全部贴掉 就是把这一下 这个搬不起的 搬不起一段那边 掩不出去的 这样一拍就死了 对 所以说呢 只要这时候白的退一步之后 其实黑的已经可以把那四个吃了 也就直接贴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对白的 如果你贴嘛 或者尖就不管了 白去应该是只能吃六个子 然后呢 黑的吃四个子 白的再搬脚 嗯 白的因为刚刚我们说是有退路 搬脚之后呢 那个边好像黑的还是杀不过的 这样的话呢 总体来说呢 虽然四个死了中间起今 但是啊 米玉婷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这六个子是被干掉的一个状况 损失惨重 非常的惨重 里面也死的 嗯 就是战死了两片 黑白的战死四个子 是能够接受的球 对 所以如果简单转换的话 虽然小生的这波妙手啊 就缓解了自己其今 即将被吃的一个危机 但是整体的局面肯定也是白棋好下 对 所以说他还要折腾我下不棋 真的我看到这不棋 而且我就觉得哎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现在呢下这个竞技比赛 下竞技围棋真的太累了 对 就竞技围棋我觉得 或者这些事业冠军们 真的厉害 不是平时怎么练呢 是怎么那么强呀 这个 大家看他走什么 他还要折腾啊 他又利用了脚上的气节啊 他这里还要去弄你哎呦 我就看到这个班 就会感觉 就是很难 所以就是跟这种顶尖的高手 这种世界顶级的高手 就是你就算他可能一不留神啊 我好像这个弓你弓的很占上风 但是呢 你真的想击垮他是非常的难 就他总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 对对对 他各种各样的这种棋啊 层出不穷的去去这个骚扰点啊 就是哎呀 这个感觉一下子这个看到这种棋啊 就是 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很危险 就哪怕你是有上风有优势 但你一招不慎 可能一下子就颠倒了 这个地方首先的话呢 你不能这边紧不了吗 就搬不行 你要弯的话 因为刚才我们说黑的已经能脱身了吗 那这个搬完之后 你搬不了这块就死了 对 所以说你只能打 你也不能脱先 他搬过去了 所以你只能打 再看到下一步 哎呦 全是陷阱啊 修友们 我来打吃你了 这个打吃 哎呀 什么 这是什么鬼啊 嗯 这个 好难收啊 这个 这个棋啊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 本来呢 大家肯定觉得我得沾上吧 这个棋 对吧正常来讲 不能沾这个 对 但如就是现在一般来说打吃你肯定要沾上 但你现在如果沾的话 这里面的气好像就不太对了 呃这其实不能沾 我跟你们说为什么不能沾的话 黑的根本就不从外面收了 他直接收这边了 嗯 你不要看他四气啊 修友 对 你来呀 就白星你现在怎么收 你收不上了 就本来我是要 你本来是斑或者爬的嘛 对 就是他能够这里延一气啊 用斑吧 啊就扑一下 他扑一下之后他打下来啊 这地方你吃不住他了 嗯 全是补入气啊 修友们看到 如果你后退的话 这也沾不上 如果你后退的话 那我再收气就好了 就没了这个气 白的全军覆没了 大家看吃 他提你只能提脚 然后再说这个 已经被杀了 连环节啊 修友们 这个入不了的 就白星里面死了 你该相信吗 就他他如果搬 搬着打着如果你沾的话 他从那边收你就没了 修友们 是 那这样就逆转了 这盘棋就变成白的可以起立了 你脚上两块联动的全死了 真的步步都是玄机啊 然后这个打吃 但是呢白的也有一个绝好的 绝好的手法 居然还可以防守 对这盘棋非常的精彩啊 就咱们给大家介绍了 现在白棋为什么不能粘 我看到这几步棋 我看到85跟86 我就觉得我 说实话 我觉得我的退役是英明的 就真的 就给大家做点讲解工作 做点围棋 推广一下围棋 做点围棋推广工作 是太英明了 球们 就我觉得真的 竞技围棋已经完全不适合 我们这种老同志了 对给大家看一下 据说他打吃 看似他你接完之后 就得逃不了了 但人家根本就不用逃了 直接收起你两块就死了 而且刚才我再给大家摆一下 爬也不行的 爬的话他扑完之后 对 这个地方你粘不上了 粘不上以后会被提下 提下之后还是五口气球 这个地方非常的 从哪都收不进去 非常神奇的 看一烟完之后二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是吃的时候 白棋全部说不粘怎么办 真有办法 粘的话这盘棋就冬了 这时候我们来告诉你 雨天告诉你怎么办 太精彩了 是的 围棋还能这么下 对 这一步一路到我说实话 下午出这一步棋 不管这盘棋输赢 应该说我觉得都是 就是发挥出了一个完美的水准了 就是说如果这样还赢不了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对说明两个人真的是给我们展现了最顶级的面貌 太那个刺激了 太精彩了 就我们注意一定是从这个时候大家再感受一下 就本来觉得被白棋一路贴下来啊 是黑棋可能明显不利的一个战斗 但没有想到从这步拐 然后到搬了这个打吃 但是黑棋处处呢都是陷阱 而白棋呢也在很快的时间内识破了对方的意图 然后下的非常的棒 在这里双方都是朝朝的一选 下的特别的好 那接下来黑棋怎么办呢 这个陷阱被识破了 因为识破之后我们要看看为什么 就是说如果他再走的话是不行的 我们看到白的还是可以搬 你吃的时候他就硬接啊 嗯 他接下来就这里是个打二环一没事的 对没有问题 是这样的 然后呢你再说就不行了 我们看到他就硬往里锤 嗯你一走 他提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你了解 就不用想了 这个你不用回去 你不用去动脑子有劫财的问题啊 这个该黑的白 不当确实如果黑了提接白了就不用下了 对 黑的白了先提接到黑了不用下了 这这一节定胜似 所以说呢他这个棋呢 一路虎之后呢能够顽强的把这个 这个地方气给给扛住 当然了黑棋也有收获 通过这个巧妙的班吃之后呢 他让你这松了气之后 这个上面多了一口气 这上面多了一口气 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了 对他现在呢再回到 哎他又断了一下 他断一下你不想这个死 我们来看一看他断一下 然后吃 对然后再跑这个 好这个刚刚我们说天上已经解决不了了吗 所以就是一个转换 但是呢这个其实白了只能长 刚才已经给大家摆过了 但你长的时候呢他可以这里提一下 提一下之后呢他以后这还能跳 哦 他就不堪死 刚才是这样的嘛 这样已经死尽了嘛 跳就冲死了 他通过这个巧妙的延期之后呢 就我们看到这个居然这七个子还没死啊 嗯 这个这个跳味道非常的饿啊 但是呢 呃 黑白棋也没办法了 就就这样了 那黑系这时候呢只能是把中间四个吃死 然后呢小米把这个脚上吃吃回来 对 然后双方这时候应该说又回到了 最初的那个原点 嗯 战斗的将近一百手好像其又回到了 最初的那个模样 嗯 你说这个围棋下的有意思吗 挺精彩的 但是就是下不出来 不是我说下的人啊 我看的人是贪为官司 对啊 但是下的人我觉得就会觉得 哎这个围棋太难了 就其实已经双方下了无数个妙手了 这地方电光伙食之间交手无数个回合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圆点上 嗯 而且这里跳的话呢 我们看到小米扛住 其实这个站也非常的凶险啊 对 这样的话黑白系又是一招应对 但是呢说实话 我再贴我估计就像飞啊 是双方压力都很大 呃 这里的话小生实在没敢出来啊 嗯 我觉得没敢出来也是对的 为什么说是对的呢 啊 就是因为 他刚刚吃了米玉亭一个推机 嗯 显向还生 显之又显的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这个地方说实话现在心有余悸 这个粘能粘出来吗 嗯 什么 从从实战小生的选择来看 他应该是没有信心 呃有点没信心 不我相信这个时候啊 嗯 应该是站在呃 深圳序的角度 我我猜测啊 嗯 我觉得已经可能独秒了 对 因为现在我们是北京时间将近的三点钟嘛 对 也就是说呃 韩国时间四点钟 如果双方用时均衡是均进入独秒 呃还差一点点时间 对 一两分钟 但是从前面的进程来看 明显上是白旗的一个上风的战斗 所以黑旗就投入了一定的时间去找 这个地方说实话 你你不投入时间秒下的话 我觉得就完全不科学的 行吗 对像刚刚的这种拐啊 一路搬了再打吃这种东西你不算 你说你一秒就看到 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完全是不可能 能下出来已经非常不夸张了 对能在这种有限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农心杯是每放一个小时一次六十秒 这样的用时其实在世界大赛中是偏短的 那么在有限的时间能够找到妙手已经非常难了 那现在你说他再不花时间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时间上我们觉得这盘棋小米还是有优势的 呃因为我们会说为什么小米会有优势时间 因为这个局部 刚才其实最大的难点在黑旗的这一边 白旗是有提提脚跑底的 实在不行还能下 呃小生刚才一个失误应该就不在了 所以说 呃应该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嗯就刚才露露说的 应该是我 呃虽然我们这里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小生独秒了 小米还会有一点点保留时间 那这个战斗说实话实在太精彩了 而且下到这里我估计小米一尖 小生确实不敢站了 嗯为什么不敢站了 因为这个期望刚才我们看 至少肉眼看贴完一飞 也看不清谁死谁活 对而且如果说 对我没时间 然后你还有时间想 那我这个犯错的几率太高 而且呢不沾的话呢 还有机会啊 如果沾被推死 跟刚才那个不状态是一样的 对那肯定是不行了 这里就不敢就算了 已经是呃不敢那个再再拼搏了 这很正常啊 因为他那个只能是这样了 然后他就下出了我刚才给其友们 推荐的那部起 对就是你这里不是感觉轻易气了不肯 但沾你也不敢的时候 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问一下 对别的地方 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部棋 对 因为这部棋确实白的一直也很头痛啊 嗯 大家看到啊 就是之前一直残留的这个这个家 嗯 是的 所以下到这儿啊 其实这盘棋看上去呢 就是双方眼花缭乱的一番缠斗之后啊 局面也是比较接近 但感觉上如果黑棋不敢粘出来的话 那白棋也是不错的 但现在黑棋这么一试应手啊 选择权呢又来到了白棋 所以白棋接下来也要考虑 这个地方我到底是忍一忍呢 还是说我就以最强硬的姿态来面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棋友们其实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想一想啊 就现在如果是您的话 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适应手 你会怎么选择呢 然后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啊 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局面 嗯好的我们一会回来 好欢迎回来 那棋友们我们啊 经过刚刚的一个短暂的休息啊 你觉得就是现在面对我们小生的适应手 你会怎么选呢 那我们来回到这盘棋来看一下 对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的双方精彩的表现 嗯 那我们刚刚说了啊 这个时候其实黑棋呢 如果粘出来 被白棋这个一路追杀啊 就感觉看的特别没有成算 反正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这个地方说实话如果是粘的话 大概率是这么贴 嗯 贴完之后应该是贴两枪飞 大概率 这个棋说实话也不知道死的活的 飞的可以往这边刺啊 对也挺乱的非常的乱 但是呢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站在 呃 鸡盘棋的 就是 时间的视角呢 这个 已经没有时间了 小生没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敢站的 而且呢 小米进步起往下来挺快的 对 非常的自信 也会给到对手心理上的家里 应该说就给虎住了 就是说白了 你不敢呀 嗯 因为首先他是主将 他那个再输就没了 第二点的话 这个玩意万一算错了 对时间也不占优 这个方方面面 然后就 直接就结束了 对 而且读秒的话就很难再下的那么精准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决定先适应手 现在这边看看能不能拿点便宜再做打算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 其后门其实也就是无外乎反击和忍耐 说实话忍耐也是本手 啊就忍一忍也是ok的 天上那么厚 哈哈哈 对吧 天上那么厚 就这里 其实也某种程度也算人家的先手 嗯 一个先手权利吧 天上全是黑子啊 但是 在米玉婷的小米 那这可是我们的米玉婷啊 对不行 他视角里他没有这个整 来 他那里先弯过一个啊 先打僵 应该是打僵啊 他早点弯过一个 然后他再加啊 嗯 然后这时候 你就来吧 那又起了一个新战场 对啊 以前之前是不能这么下的 嗯 之前下的话太损了 但是现在由于中间全部是铁铁板 所以他就这样强行的 立下去之后 可以把它站到 如果是康开局不行的 行 然后因为这个这个下法肯定是不行的 就刚开局 我不是刚才推荐的是尖 或者是怎么下的吗 嗯 你这样硬堆肯定是不行的 就让白的虎 就是呃 那个也是大损的天上 对 但是现在没关系 现在因为虎都没有用啊 白黑的出去之后 白的自己还没活 嗯 对 对 可以决一死干 我觉得看到这几步应该是 那个 呃怎么说呢 应该是小生也是觉得局势有一点吃紧吧 是的 不过下一步棋 我觉得小米是真的很呢 就这个时候感觉上黑气子比较多 就总感觉是往中间走走 对对对对对 这样因为如果你在断我 我从这边尝 就感觉上你你如果靠打吃我一下的话 你这很损 但你如果就是斑我还可以蒸 就这样的话 我这个段没有那么明显 但我们看一下小米的风格是说 你这有木啊 来进来 这样的话 这个棋我觉得是一个 真的很狠 双刃剑啊 就是他 他其实可能有两层考虑的路 就是第一层呢 就是他觉得那个虎进去有木 大 第二层的话呢 其实我们更深一层的来思考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呢 就是如果你虎是白来黑的正常不能断了 它会搬起来 那你正常会去这里补齐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如果下成这个样子啊 下不齐黑的就没有齐可以下了 就只能是吧 因为这里的战果其实非常的微弱 有限 因为虽然破坏了白齐的边 也拿到了一些边控 但是中间也垮了嘛 中间的潜力也是全部都垮了 本来中间黑齐有很大的潜力了 只有这样算上来 基本上我觉得收益 比较微弱 比如说之前的话 如果我们考虑到加进加的时候 小生就觉得形势是有点吃紧的 那这时候当白齐把这个地方安定好了之后 而且那问题就出现了 那对吧 对 那黑的没有齐下了 他这里也不能再去普通手脚 那他会下什么呢 他就只能他只能闭着眼睛下这个了 我觉得可能这时候的小米已经可能某种程度上感觉到这个粘出来 他未必杀的死了 只要我们当时刚才没仔细摆了 因为米玉婷是有时间算的 对吧 如果被迫对方没有退路了 只能去沾这个 而且又沾不死的话 他也是很 那不是把自己坑了吗 对有担心的 因为你不能指望着老觉得对方独秒不敢沾 不是就如果白黑的是能收控的 他可能不会去沾 嗯 如果这时候是没搞到东西 明摆的就不行了 那人家就是等于是就是沾不沾都得沾了吗 拼一枪 对吧 万一拼一枪 那个确实也杀不死 那不是把自己害了吗 所以我觉得接不起 可能是不是这边已经感觉到有压力了 是的 就是在下一个什么呢 在下一个这个空城记 就在下一个炸弧 嗯 就是说 这时候 我这边用你来断 断完之后呢 我肯定蒙出了点损失 嗯 损失完之后呢 你不就拿便宜了吗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诱敌之计啊 你拿到便宜之后 对吧 嗯 你不心里你空就追上我点了 追上我点你就不会沾了 所以这个心里你又没有勇气沾了吗 没勇气沾呢 我也不补 嗯 我就这么挂着 我就撑住了 我这样我撑住就顺理成章了 因为形式我也没那么好了 我就硬撑撑的话呢你就 心里就发虚 嗯 就大家不要觉得我说的是故事啊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 刚才那个下法 我觉得真的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对完之后他没有活路了 他可能就得 明白 只能去沾 我们来看看他实战嘛 他先把这三个送了 如果这盘就赢了 我觉得这个虎是胜着 嗯 就是一个起到了吸引对方的 因为刚才休闲的时候我看见 我去看这个沾根本就看不清 刚才跳完之后往下贴 嗯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杀 很有可能是能活的 他这样之后呢 你看是这个局部啊 请 我明显是亏损了 肯定亏了嘛 这三个被吞了 还得后手去补活 嗯 而且这个起也没有用的 大家自己看这个贴不出来的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啊 这里挖死了 这也是个障眼法 尖的话也没用 可被挤住 比如说白黑的只需要 把这个先哏一下 嗯 防止你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这个 对其实也颠不穿 颠我梗的时候也来得及 对就是说你只要别注意自己气挤 然后被对 只只要提前挤一下就行 其实挤也是先手 那他提前挤一下也没什么错 因为反正那步骑也没用 对他只要挤掉 黑白的得收脚上去 这时候呢就是个后手 那是个后手之后呢 对吧你是不是就有底气了 小生会现在觉得中国这空也挺大 嗯 我很大 那我还沾吗 他就没敢沾 对没敢沾呢 这底很有意思去 然后他没敢沾他干了一件什么事 对他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心理 就是你看我现在直接沾我不行 我多个援军 你是不是得缩回去 他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气势上已经弱了 嗯 我我我吓唬一下你 对你如果补嘛 那我有点收获 我搬完之后随便弄点收获 我就去收完了 对 结果就说小米呢 他我觉得双方这个地方斗智都有很有意思 是 特别是双方已经马上进入独庙的情况下 嗯 你说小米秒立了一个 这一秒立呢 心态又有点 不是 小生我觉得整个心态就崩了 对 因为看上去呢 我碰到一下 正常来讲 对我这个粘出来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也不一定仔细看 他靠这个线 首先你只能够这个 嗯 他就不用贴了 他现在还是用肥 他单肥 那就是差不多了 不至少肉眼上你也看不出你怎么 嗯 就大家不要去说 哎呀老师老师这个地方 粘出来真的不一定死的 他不敢粘的呀 哎呀 就我这里送给你了 你怎么还会粘吗 因为你就觉得局势是能收了 对就比如说这个心态就很微妙 比如我收我觉得我差一点点 但是呢我还有希望 但是我跑呢 就万一我一看错 而且你下那么快 我也没时间验算 这个到底能不能粘出来 万一死了不就结束了吗 所以这时候他大概率 他是不会去跑的 是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 我觉得这盘棋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就是完全把小生的心态全部捏死了 你看下一步嘛 嗯 他碰其实还是损脚的 最后也没敢走 小生就走这了 对 就是其实就是送三个的功劳 如果是刚才那棋正常虎完 就就回这三个子 那黑的肯定碰到 我就碰到不会碰到 直接就是拼命了 因为没法下来 这个棋 对 只能是磨命了 所以这一连串 大家不要看 看似好像白棋这里 损失了一些空 但是呢 我觉得在心态上 这个小生现在非常的 犹豫啊 嗯 下了这个棋之后 那既然你已经这时候都不接了 其后不可能补的 我觉得下部棋肯定是对的 嗯 就这里不需要计算的 就是其后 有些其后们会说 老师我们看那个 现在AI说 比如说 AI说这个尖穿不死 那人他这时候他都没沾 对 你要揣测对方的心理 他是不可能去算也不往那算的 嗯 对吧 这就是空神记 他也不他也一定中记的 你们对吧 人的话 而且键盘棋他没有时间验算 其后们注意 他是龙心碑 如果是别的世界大赛 这个下法是不行的 嗯 因为对方可以通过验算 常考 算准这个瞻行不行之后 那个 一举锤定音 但是呢 这是龙心碑 请问 因为一个小时双方 早就应该就没了 这个保留时间 是的 结果他只能是一分钟一步 而且还没有延时 对吧 一看你这个气势如虹 肯定是不敢动手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我觉得 米吉亭小米是得分的 请问 是的 呃 得完分是好不好也不知道 因为但是呢 我们这里都是站在他的视角说 从另外一个视角说呢 这里确实是损了 应该不如虎天上 对所以就是 咱们一直说围棋是取舍嘛 就是你从这个地方你心理上 就是防止了人家 就是从那种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跟你搏命 但是你确实也付出了一些损失 也付出了一些时空的代价 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的差距应该也是非常微弱的 嗯 也就是为什么黑的会去 你带我们看实战啊 嗯 会去上面比较行销一个之后 呃 才别慢慢下的一个底气 因为他这里确实拿到了一些时空 所以说双方这时候战局应该还是非常的白热化的 是的 嗯 我刚才数了一下 如果粘不出来 嗯 这块大概有40多亩 然后那个脚上大概20亩 60多 嗯 中间有一个 有个五六亩 嗯 大概70不到一点 黑起的话呢 整个下边 这块 对 有大概30多亩起 嗯 不到40吧 因为这四个是死的嘛 嗯 因为这个口没兜上 稍微要欠一点 40左右吧 然后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这三个子 是十几亩 这边呢 边控是至少20亩以上 已经30多亩了 加40亩吧 黑的已经70多抵控了 嗯 就算这里背里破一点也70多 呃 如果你出不来的话 黑的已经过80了 至少肉眼上看呢 这个其实一个70 多对80的一个 完全有胜负 就是还是 对对对 双方应该差距会非常微弱 对 所以说真的是 刚刚我们休息的时候 还在跟彭老师说 就是 其实像有的时候 你一盘棋能够下出这种妙手 很可能你凭借这个妙手 可能这盘棋就差不多了 但这盘棋就是双方 你来我往这种妙手之间的抵消 高质量的对局 就到现在 其实真正 嗯 局面应该 就是就算你没有电脑 没有AI的这种判断 嗯 应该也能感觉到是一个军事 而且双方差距非常小 这说实话就非常的不科学 刚才我也跟路聊过这个话题 正常来说 嗯 你一盘棋下过超过两个这种 刚才我们说这种收器景气的这种 绝妙的妙手 嗯 一个你说说不准对吧 对方躲过去了 两个以上正常就结束了 对方应该已经就一般的选手已经没了 早就没了 就是你 包括小米下出这种 或者小生刚刚下出这种气 就是正常已经早就顶不住了 这种管管什么吃 正常已经就崩了 嗯 但是呢他们两个现在下到现在居然 不但没有崩溃 而且甚至说白了 连优势都没怎么有 对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球们 就是说实话 实在水平太高了 真的 这盘棋的质量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到现在啊就是 就很有意思的就是白棋现在撑 就是黑棋也不敢跑 然后我跟你慢慢收空 但居然这盘棋 我们在实控的角度上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接下来呢白棋也依然很 就是积极 他选择在这里先骚扰一下 这个很正常 因为独秒的情况 他刚其实是没有数清输赢的 就是他这里继续进行那个骚扰 我觉得黑腰正常 而且呢大家不要去电力这个接了 小生不敢接的 摸透了 已经是默认他接不了了 这这盘棋都不会接的 你就大家放心好了 因为他接他不可能像这两步的 他不可能像尖和这个拆边的 这就不用动那个脑子了 对 就是肯定是不补的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下一步这里要虎出来 要贴出来 所以黑鞋也只能是 补 防守 因为这里跳出去没有意义 首先 白棋跟着跳之后 那块其实两个眼的 天上有一个铁眼下面是破不掉的 对 这样的话这个铁还是和虎还是存在的 所以黑鞋缩回去应该是正常的 这样的话白棋乘胜追击 我们来看一下 先搭一下 那这个是先手 刚才说过了 然后继续的带络自己 因为这首鞋不仅呢是跟自己有一个联络 同时这首他也希望把你这个子留下 把这个子给吞进去 吞进去之后呢 双方应该回到 把它收关了 对非常的精彩 然后拐 对 这个时候虽然上方的实控有价值 但注意了 这里再被黑鞋一贴 要完你肯定要救自己兄弟的 你不能让自己就无击而终了 下面的损失这个是难以 这个两全的 就是整个这样的 我看到是下到这里 感觉说实话 我们没我没仔细点 这都先是 这个应该也是打僵了 对148也觉得决限 然后补一个 那这个就放了 这边的边就放了 嗯 说实话感觉是白的 因为这里白白省了一手 而且特别是在 小生想给自己找一个面子的情况下 依然被苗栗了 说实话 这个棋下的挺挺有意思的 小生其实已经心虚了 嗯 就是去靠了一个 这到今天内部也没补 所以内部棋如果没补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黑的 呃 实控是有一点问题的 嗯 小米应该下的非常的撑嘛 对 虽然我们不知道具体实控怎么办 但从这个进程上来看 应该是白棋不错的 就如果是简单的收啊 就是中间全都让白棋特别舒服的话 现在其实黑 因为他等于把这手棋挪到这儿了 嗯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黑棋有可能 去利用比如说白棋这里 还是有一些头绪的 不管我是从这过来 或者是我把你冲断等等 就是 这里 黑棋肯定还是想做一点的 你知道 冲断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 冲断的话 白的应该是接住 或者是打 我打了虎子那些 看哪虎 有可能可以 我这边没有什么手段 这边应该问题不大感觉 你这样摔米跳这个感觉有问题不大 对这样 那我能不能先靠一靠你 我靠再说了 我再给你 靠再说了 靠再说了 要不就是街上 嗯 就是感觉这里 少一个字 问题不是特别大 我就就就罩住了 嗯 不你也虚的呀 就是 因为这时候是多秒了 其我们他你们不用想的就下的那么完美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比胆量了 其我们就是主要是黑黑棋的视角里他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他很容易那个这个不敢中手的 而且呢我们是站在一个对旁观者的角度去点目 对吧慢慢判断嗯 说实话现在都没都没有完全点清这个棋到底谁优势 对 他们又一分钟又要想棋又要去判断形式 而且各种没定型 就说的那个正常一点 就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优势还是劣势啊 所以说很多棋他只能是下一步看一步 那下一步看一步 在这种压迫下他只能是尽量选择一些看得见的 看得清的棋 是的 人 无完人啊 也不用神话别人对手 就这时候他下一些小生下一些就是普通的棋太正常了 对而且你要考虑他其实从很早开始 基本上后来看了一下他大概从这部监之后开始 他一直是处于60秒必须要做一个决断 对就不管多复杂的局面 他60秒之内都要下一期 不下棋就攀附了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他 比如说对于这种复杂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说这盘棋是为假的用事 三个小时 那他肯定抱着脑袋算吗 就是我能不能这样 容若为假用事这步不能立的 对这个有点太 这步绝对不能立的 这种空城剂上去就没了 人家抱着头想想半个小时 直接一站出来就没了 是的 也就是农心悲来 我觉得小米这个 拿捏住对方的心理 用一张瞒天过海是可以的 是的 慢棋是不能瞒天过海 你一例人家肯定闷头死算的 发现斩你救杀不死 一站出来直接就垮了这个棋 所以说这盘棋下到这里 我们看他实在也是选择了一个妥协 嗯 就是收关了 贴下来定型收关 对说实话感觉 这盘棋有机会啊 嗯 对 小米加油 小米的这个而且整个气势还在 就是嗯 企业下的比较硬朗 没有退让的迹象 对搬住 按的话你看全部撑满了 断的话是担心他 他这个打吃吧 打完之后 就是走哪不知道监回吗不知道 拐回 应该不是 如果是拐的话他 拐一下 应该不会 嗯应该不是怕这个 应该不是怕这个 那怕什么呢 诶会不会我 怕他拐 我怕他拐 先打一下 嗯 嗯 拐好像挺难心的 嗯 如果我就打住的话 那我先手 那我就先手粘或者虎来 我就从这边断掉 嗯 打吃的话好像就不一定回得了了 你打来这 可能直接被冲断了 嗯 就是来不及 说下来这里味道很坏 不一定啥的死黑气 嗯 因为我先断着你嘛 你这里去哼最样紧 所以说他他先搬好像是对的 先搬到这个先生 嗯 先搬到黑的档他去吃 虽然好像实控被打白有点死 但是也没有办法 赶紧得补这个段 嗯 刚刚这一冲到好像要漏了 嗯 是 因为刚刚我看确实如果你不叫吃着黑气的话 黑气可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哪怕单贴好像这边黑白气的气也挺紧的 所以他实在还是比较严谨的一个下法就走完了 然后这时候白气也是面临选择 其实他有拐吃也有补在这 补在这感觉味道好一点 补在这还有多 对 所以他是补在外面 补在外面 然后这时候黑气可以打拔一下 这样黑气可以打拔一下 先说打拔一下吧 嗯 这是黑气的权力 嗯 然后黑的再挤一下 插线上 对 哇 这个挤感觉也好像他还在追究你这边 这地方感觉味道很坏很坏啊 非常坏啊 这里 我是感觉说实话下部气能下吗 哎呦 哎呀 这里真的是一盘气真的是太难了 今天已经感感慨了很多次 感觉起啊 这种起啊就是我 呃 我只能跟大家说一个经验啊 就是人家凑上去给你一个特别舒服的 人家脸凑上去 如果你能打吃 人家为什么要凑这个脸呢 对不对吗 嗯 那肯定是正常不能不能走的 所以说可能只能接啊 其友们 就这地方就是从逻辑推理来说 要不然他凑脸干嘛 被你打不是对吧 这不是很业余的一步起吗 嗯 嗯 一定是这里有有有 有问题啊 其友们 这个棋哎呦 下部棋我就感觉很悬了 对 因为我感觉 我现在在顶叮这个实实的情况 因为我看挤上去的时候 白棋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打吃了 但是这部打吃说实话啊 这个棋 呃 就不是我事后诸葛梁 我其实是没有算这边的 啊 我在看老米的表情好像摇了摇头 我就不 这个棋说实话 其友们这个 有些棋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如果作为一个老选手 嗯 经验丰富有经验了 你是要靠推理下去 就好像首先你算不了的 嗯 你也没时间算打成不成立 但是你推理嘛 如果对手挤你打他脸 那他在如果啊 就如果什么棋都没有 那他为什么不飞呢 他为什么要让你打他脸呢 其实他飞你贴他也是他挤 对吧 那他直接挤就只有一个意图 就是你不能打 他觉得你打他里面有棋 有东西 所以说你应该第一时间 这里不是说 那你应该第一时间先打之前算一算 检查 检查一下这个局部有没有棋啊 如果没棋你打当OK了 如果有棋 那你不就躲过一截吗 人家棋其实本来也是人家权利 而且棋也没什么用的 本来就这样的 哎呦这个 感觉很很替小米担心 因为我我这边 我是他还有时间吗 应该是还有一点保留时间 因为我看那个黑棋打完之后 我这边觉得白棋想的时间 如果是没怎么算打上去 这个真的挺不应该的 你想人家怎么可能在这个局面下 他还臭你去打脸吗 就是对吧 对吧 你对面做的是韩国第一 又不是说白了 又不是普通的那些棋友们 对吧 又不是一些即位什么 那个段位的棋友们 对吧 他有时候不会下了回去几下损棋 那对面做的这样一个高手 他怎么可能哎呦这个是的 你至少应该验算 如果其实我们算不清怎么办 算不清说实话 你宁可退一步 因为打本身说实话 就算人家帮棋你也打不过 也得接的 其实数得非常有限 凡别不可能接 至少是做结 做结其实你也 你这个结不可能打得赢 对吧 就这个就算了吗 哎呦这个对啊 因为现在我觉得走势特别不好 就是首先呃白棋 就是实战是吃完这个以后 黑棋打完这以后 我感觉已经少了两三分钟 就说明他有时间 他动不了了 他他这里被人家冲滑了 这只能提 人家吃哎呦这个 这次一打吃 他来不及了这个吃 如果吃这个 人家把它提了 提了你提 他在粘住 这里 是结是吧 这里不我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我粘 对他他这里不一定行了 这那这边白黑的可能有 我还可以转那边 就乱了这样就 不是他转这边吗 我不知道他铺还 冲不知道行不行 哎冲感觉也还可以 肯定是可以的 冲单手上装一气 感觉白的很危险了 这个气 铺感觉也可以吧 但铺完冲就不时间了 对先冲吧 要不先冲 感觉已经算不清了 这个如果你粘 我提你的结只有这一枚吧 你你有这 哎不行啊 这个不哎 这个是结吗 可以是结 我也有一枚 我有一枚 那我还有一枚啊 那我这枚可不可以 你这一枚 我我里面那枚是不是呢 我那个吃你那个奖 哎呦 这个拿穿的去吗 这个就这个转换是吧 就把我这吃了 不是我对啊 我这个你直接直接这样吃 我那个应该是结吧 那个脚全死了 我如果那个是结 你肯定不行了 对如果这边是结 那两枚了已经 这个提进去就打结了 哇这个他已经打不着了 这个起 哎呦这个太 我如果现在打打不着了 行不行打 可能直接就被转换了 比如我这个时候打 你打我的时候我就打你能打 应该打不着了 这个时候打着不死了吗 打着打人家直接就不要了 估计就是这样转换 这个可能比那个大 挑下来全死了 哎呀这个太大了 那个才才多少吗 那个不到40目 这肯定不能转换 什么光死了就死20多了 这这不至少这边五六十目 嗯他打的时候已经打不着那一下了 哎呀这个 哎呀这个 对对不这种挤 你一定要算的 就这个太吵算了 球 嗯 对吧 你一定要验算的 说实话如果验算不清 这种低感你只能接的 是的 因为你本身这步棋说实话 就算人家撑这个结 你也得接回来的 打着一下其实损非常有限 便宜的非常非常有限 哎我发现现在好像有一个什么情况 是这个棋 刚刚我刚刚看到镜头里还有工作人员啊 就可能又又有一点小情况现在 有什么情况不知道是 对我们等到那个我们导播会帮我们了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小米的时间也不像是能够就是一直想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五分钟 是不是他那个网络的对感觉 我觉得因为双方看到两个棋 但是吓到这一步是肯定的 对就是我们很不情愿看到 哎呀这个太能 对太不想看到这步棋了 刚才就只能那么打结了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摆一下 我们等待一下他们处理这个问题 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他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没有退路了是吧 我我只能要不是认怂 认怂那在干嘛不认怂这个被 我想如果我一战 那你是不是还能打吃我 我居然不打吗 我冲回来也打 但是你打吃我我我咋办呢 打吃我我好像直接没了 直接崩了 那我只能吃这个 那吃这个这个被拔了 那我这不受不了 我这不打吃 这不打吃这样被轰了受不了 兄弟们 是的 这个被轰了整个人都都不好了 对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我们也是刚好跟 就是一直在跟着他们的这个局面 这个不是等于是白送了的多少空 虽然说有可能冷静下来这个棋还是很不一定 但是我觉得从心态上 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想想呢 对对局者的心力就很痛苦 不是看到这种棋真的挺心痛的 我觉得不管是就现在发生了什么 就是嗯 这种拍吃真的你一定要谨慎的 对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是呃据导播了解的话 是现场出了一点小情况 然后比赛暂停 然后两位棋手呢也是短暂的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之后 都回到了屏幕前啊继续看着这个棋局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应该是网络有点那个 对但我觉得现在说实话 稍微的我觉得给白棋一点缓冲的时间也挺好的 不然我觉得这种冲击下我不知道他该怎么选 当然如果时间能回到挤的时候 就是让他再多想一下 这个说实话就是一个职业事务 如果是他先打掉好像也没事 哎 找到他把这个捶掉吧 这就是咱们职业骑手有的时候就喜欢保留 这种地方就是打掉他怎么了 是不是 就是捶掉再捶嘛好像也没事啊 嗯对吧 对这就是习惯上好像 就在这个瞬间捶不着的那些 是的是这样 如果先捶掉好像就没事了 对那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棋盘上的局面是吓到 白棋一打吃被黑棋断吃这儿的时候 突然发现 现在白棋就是两种 要么就是吃这个缩回来 要么就是吃这个被提这个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小米不能接受 提两个应该不行 就是只能是你说的那个缩回去 提两个明显亏损巨大 什么这里黑棋光吃就吃了25了 就回不计其数的木啊 将近只要就回了30多米 已经60木了 那边不可能有60木了 好的 那10个子才25 那中间也就40多一点 是的 两个肯定不能被提提的就输了 是的 然后我们了解到了现场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根据 因为我们这次比赛肯定都有摄像头在记录着实时的画面 然后我们的小米在读秒读到9的时候 这个软件的原因它点不上去了 所以现在就是双方是暂停 然后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解决 然后两位棋手也看到离席了 所以今天这盘棋真的不仅是棋局的内容上 跌宕起伏特别精彩 然后棋盘外我们也遇上了一个小情况 小情况我们不管它了 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棋 真的人家把脸凑上来 而且这个局势说实话 之前应该能感觉到白的至少是不差的 稍战上风 你自己也能感觉到吗 因为你吓得很撑 对方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在这种时候出这种漏子 哎呀这个 嗯 真的我觉得就是 你任何时候你都不能放松警惕 特别是你对面坐着像深圳序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时候 对吧 你怎么能 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就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小米最重要的是先心情冷静下来 因为他肯定知道自己本身的状况 就是棋局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现在一个失误之后 如果缩住或者尖打掉 可能感觉白的形式是稍优的 对吧 所以现在我觉得白起最重要的就是 先就是心理上先平复掉这种很可惜的感觉 然后不要再懊恼自己的失误 然后冷静的看现在这个局面下 到底怎么继续 就支盘棋可能 怎么止损的问题 对就是如何止损 现在现在对于白起来讲就是冷静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时间对于小米来说也也还不错 就是能够先再想一想 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盘棋真的还很不一定 当然黑起其实等待了很久 终于是在这个地方抓住了白起的一个弃紧的一个小毛病 我这个说实话 这种失误很伤人 就是你 其实肯定能看见的 不难对你想前面那么复杂的堆杀呀打吃啊刀虎啊 这个都看到了 情绪上心态上有点放松这时候 对 但是说实话这种拖刀剂 我说的严重一点 真的我觉得 他这种拖刀剂其实 其实你仔细想想 就是你甚至不算你都能想到的 他不能吃嘛对吧 所以说怎么那么冲动呢 你对手不可能上去被你打脸的嘛 就是那他正常收 他不可能挤在这个位置的球 是的 对吧就是那被你打脸是什么意思 那不就用你去打脸的嘛 就古时候那种拖刀剂嘛对吧 炸败然后回身一刀 然后以为不行了 然后你追上去对吧 那个速度那个杀不下的车 他人家回身一刀你防不住了 就很简单的一个计谋 但是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你 就七番棋先不说输赢啊 对吧像包括前几天杨脸星输给小生的那种 对也很可惜也是到最最后了 你总是在这种最后时刻出 哎呀这个 其实挺尴尬的我觉得 你说这番棋不管结局如何 如果粘完输了那我们没话可说嘛 对吧本来也不够了 如果粘完是赢的球嘛 哎呀这个小米现在都怎么收场嘛 是的 好像只能先吃吃完抠吃的时候 可能只能放了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从现在这个局面 因为已经下到这样了 这样了我们帮白棋看一看 就是你现在两种解决方案 要么吃这个要么吃这个 但我们觉得吃这个被这两个提掉 损失太大了 所以是吃这个 那就再来一遍是这样打吃 然后打吃这都是必然的 然后在打这个的时候白棋就别去了 白棋回来是回来了 这样黑棋提掉 白棋再从长记忆 哎呀这个真的 这个确实心理上还是 心太崩了 要不就走这边 要不收收别的吧 我觉得不在中间下 我可能心理上还好一点 要不收这个 对 这边赶紧飞一个 但人家可以先飞一下 对就如果说这个地方 黑棋其实现在也很大 如果人家飞掉你也飞不进去了 对就可能就逆一个 逆收一个 这样可能 如果人家先飞掉 没办法了 对那个飞挺大的 历手好落空 是 但彭老师我也在想就是说 现在主要刚刚不知道到底是 嗯 刚刚说的是这个软件的原因啊 所以说 这属于一个客观的冷冰冰的第三方的问题 那么现在对于两位对局者来说 就是这个棋局如果继续恢复呢 也感觉好像哪里也不是很 就应该也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些 争议的地方 然后如果说不恢复那 不管恢不恢复 其实这种事情我觉得很简单啊 嗯 就是你不用去带情绪 就是说其实就是你之前规则怎么写的 嗯 当这种飞到这种情况 对 如果是你没你没下超时的那无况恶的时候 对吧 如果是我下了点不上去 确实因为有视频回看的 我一直在点点不上去 那你是怎么写的这个事情 如果规则写的 他比如说点不上去 那是恢复到这个地方重新下的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争议啊 就是我觉得一切的话 像这种类似的事情 呃大家不用去啊 就是打口水仗 就是你对我错什么什么 那没有意义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种事情呢 你就看规定是怎么写的 因为他一定会涉及到类似网络比赛 出现这种情况 他是怎么判定的 比如说如果打个比方 他判定的就是不管什么情况 只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 没点的一方就有问题 算算你那都算你的锅 那就就算你的锅呗 对对吧 因为双方几率是均等的嘛 就看之前怎么写 如果写的是这个 那如果没有写到 不可能没写到 不可能没写到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没写到 这个太夸张了 就不可能 因为你下网络比赛 一定有两种情况了嘛 一种是你比如说你超10了怎么判 一种是超10 但是不是你主观超10是你比如说确实8 9的时候 按没按上去 因为视频是可以回看的嘛 你你你如果8比如说你下子了 或9下子了 那地方鼠标一定是点在那个位置的嘛 对不对嘛 然后你点点点没点上 然后那边爆超10了 对吧 就是他因为他是有视频 那个无死角的这个可以回看的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嘛 就看你之前怎么判了这个事情 如果是判那个系统的这个事情是没有关系的 那就重一下呗 接着下呗 就这个地方接着下呗 对吧 如果是判那个系统的这个呃出现失误 对吧 你你这个人也是要背锅 那就背呗 因为双方是均等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大家不用带情绪 嗯 就看他是规程怎么写的就完了 因为因为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均等的几率 就不存在不公平嘛 就哪怕这个规定有点小瑕疵 但其实是对双方双方之前都是公平的 嗯是的 那彭老师现在据我们这边得到消息就是 确实现在中韩两方正在去讨论 这盘棋的一个处理情况和结果 然后很有可能这盘棋目前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那如果就是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回到 就是棋盘下到的是这步棋 那以这个节点的话 如果彭老师你来总结 就是大家看一下这盘棋你的感受 你觉得比较关键的那些点 这边其实说实话你下到这步棋 应该是下到这步棋 对 下到就是白棋 黑棋棋 下到这步棋 说实话你这个地方没有看见被别人这里偷袭了 呃 不管最后结局如何继续下说实话 这个棋应该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虽然没有仔细瞬目 嗯 这个中间已经要垮了吗 那个情绪还受到影响对吧 嗯 这个棋说实话已经没有任何的呃 优势了 对 你如果说吃之前你还觉得会有点遗憾 可能说一下应该是稍优 嗯 对吧 那你已经吃吃上去了 这个事物已经得是已经铸成大错的情况下 说实话 不管最后是怎么样一个判定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遗憾吧 就是嗯 因为本身你这个局部现在已经收拾不了了 对吧 事实就已经处理不了了 人家这个吃已经防不住了 对吧 所以说不管是最后怎么判吧 嗯 对 那如果从这盘棋一开始的整个格局的话 彭老师感觉就是从比如说布局 然后到这个战斗 其实这盘棋应该一个很大的焦点 都是在从黑棋震之后 就双方从这步冲断开始 就引发了一个超级连锁的一个大战斗 其实我想更想说的就是 其实已经不是一次出现类似这种 这种类似的这种失误了 嗯 总是在这个我们感觉 占占据一定的上风 甚至是一顺 顺风满凡的时候 出现一些这种 就是让人很着急的一些失误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一定要一起注意 就是呃 特别是跟深深去下 啊 当我们占据了一定的上风 或者说发挥的非常出色的时候 后面这些棋该怎么下 特别是思路上 嗯 应该怎么样去思考 对吧 就是总是这样很伤人的 我就是我的感觉 嗯 其实说实话你 你没下这一步之前 我觉得发挥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从白棋的整盘起来 我感觉沾上应该是白的形式还可以 要不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也在等他们的一个 就比如说白棋现在如果沾 黑棋正常的收一收 这个应该就得飞一下吧 比如说什么 搬就搬住 嗯 黑的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吃这个 因为这张不知道怎么收 如果是正常比如吃一个之类的 有一个这个的手段啊 白的把他气了 那这个可能黑的有点亏啊 但我们对不知道是吃这个 还是这边能不能吃 那边拱一拱感觉白的不 这个棋不输的 就拱一拱一拱 拱完之后 然后把中间围一围 或者把这个贴下来 嗯 呃就最后看嘛 因为黑棋这里 呃大概50目啊 然后那边大概有40目 嗯大概40目不到 也就是说两块棋大概不到90目 白棋这块刚刚我数了已经 已经接近60目起了 嗯 12345 1012个字24嘛 283 56已经已经60目 60目那个脚是20目80目 黑的白的85 六目该白的下 应该是黑白的小胜啊 就如果中间不出什么幺蛾子的话 因为你吃这个也不算坏齐嘛 嗯 就是就算吃的稍微好一点 白的脚能这里先冲几下 然后然后手后关 感觉好像是小胜的 如果你顶着挡住 那把这个救回来 其实差别很小的一个 对吧 你毕竟你挡住之后什么 对吧 我把这两个救回来就好了 这两个也有十几目 所以感觉这时候说一下 应该是小胜的 如果不出什么大问题 这里应该没什么起 我刚才看了半天 是的 你怀的大概有85 五左右 黑棋应该是不到90目 嗯 大概有我感觉有 有两目左右的优势 应该 两到三目的优势 对 就等于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然后就算该黑棋下的话 但是因为关子不是特别多了 所以说可能是一个微弱的优势 但是白棋随着棋局慢慢变小 很有可能这盘棋就是我们的小米 对 帮助中国队战胜一个强敌 就是这样 至少希望比较大吧 我们不能说一定 对就是很有希望 然后如果说今天能够就是拿下的话 那其实我们之后如果说以小米这个状态 然后再加上柯杰去迎战日本的两位棋手 那相对来说胜算也是比较大的 但现在这盘棋呢 那吃完了 我说实话 嗯 我觉得下到这里 呃 先不说拔进去之后 双方现在形势怎么样 就从这个走势来看 如果就算不出事故 嗯 正常被拔进去 应该这盘棋大概率也差不多 也是凶多吉少 因为这个损失太大了 这个心情怎么贫富吗 白白掉了十几目 是 什么都没捞着 对不对吗 对因为再给大家就是对比一下啊 因为等于说现在这个局面 白棋什么都来不及以后呀 你现在这个子都没什么用 就相对来说 对就等于说 你你不走 其实黑棋也就是提一个字 那你说现在我提完了 这颗棋子你说他到底有多好用 就真的很不明显 所以确实白棋自己的心理上 如果说说句不好听的你就你就拖鲜 他也是这样吃进来的 对就比如说我现在比如我收个这个 对他也是 你吃我就可以贴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确实这个时候是有点扛不住的 这步棋没有用的 嗯 对吧 你如果这时候还能下 只能说你前面肯定是银棋 对优势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这时候还有一点本钱还 所以说还没有输 但是棋肯定是呃损失惨重 肉眼可以看到人家跑回去四个字 就十几步棋嘛 真是所以这一次 只要杀也没到着 对于白棋来讲就非常非常的致命 所以说其实也我觉得也能烈 所以说他突然发现吃这个地方 来打一步棋打的时候 可能对吧 才会有刚才所谓的那种 呃 读到八读到九那句落子 其实都是连锁反应 对因为之前的话可能白棋比较顺利的时候 其实他很多这就是一个对局的心态吗 我们之前看到小生很多步棋是读到五十八五十九下的 但是反观白棋因为有时间和局面上的双重优势 他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更游刃有余一些 但一旦就是突然看到了这里面有漏洞 而且你找不到一个很明显自己能接受的棋的时候 那你自然而然这个时间 这种情况下这六十秒就过得特别快 你不你脑子是空白了 你突然发现怎么走都不行了 就是都已经圆不上了 你你想吧那个那六十秒过得太快了 这个你当时就觉得那个每一秒的倒计时 对你来讲都是怎么怎么这么快 说实话他下到这里吃呃 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 就不管最后是怎么判的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遗憾了已经 因为你已经吃上去了 吃上去已经已经受不了场了 其实就已经是受不了场的一个状态了 对不知道怎么怎么圆了已经圆不回来了 对吧很明显那个走不到了 是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就是我记得之前农心碑也出现过一次 就是记得应该是朴婷环对范婷玉的时候 也出现过一次就是好像当时是在呃 也是超市然后最后是重新加赛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这盘棋呃 从体现上看是小米在点到五十九的时候没有点上去 然后我们也拿到了这段视频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一打吃情况 嗯就非常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之前我们看到都是主要照小米表情的一个视角啊 现在我们是对着气盘 现在是一个气盘的视角 对你看它的鼠标是点在打吃的部分 对它现在可能是觉得需要吃掉这一下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在纠结 那我们听到读秒声了 五四三那有显示 他想逃 OK 就是点 他好像八的时候就在点 就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他等于是一开始就他 因为我觉得这种计算对他来讲其实不难 他八方就不行 对 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去看能不能吃那个 然后经过他的判断 他认为还是这两个字 其实跟彭老师的判断是一样的 就是他就不用想先拐了再说 对 但我们能够听到确实读到八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点了 然后八九都在点 就是这里来看的话 确实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情况 嗯 把网络的这种问题你很难去解释 因为之前也出现过 这里说实话 我们就可以扯的稍远一点 本来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对局就很不容易 互联网的事情嘛 其实其实我们对在互联网下期也有经历 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意外 嗯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关键的时候 应该是他准备下了的 对我们可以再听一下比如最后几秒钟 我看的是八到九之间他准备拐的 但是一直没点上去 我们前面可以看到 没开始读秒的时候是在比 还有个倒计时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有个数字给他倒计时 这是七六嘛 对 五 四 三 二 他二的时候已经放在这个位置 二的时候已经数了放在这个位置 如果二的时候点击应该是来得及的 对 但是我仔细听了一下鼠标的点击 你狂点机声应该其实在九 就是他等于应该是八挪到这 然后九开始狂点 对 但以一般往期的经验来讲 九点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网络这种事情 就你这一秒这个短顺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就万一说白了也不是什么太高深的技术 就是说稍微网络卡顿延迟一下 那一秒不就没了吗 对吧 是说实话那这个卡顿延迟 对 也是常态嘛 是 对吧 大家下棋或者干什么事情 都很正常的嘛 一到两秒的延迟 突然那个机器卡了一下 然后就好了 就不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说那现在就看怎么整了 是的 那所以这盘棋其实整体来讲 应该说除了最后的这个失误啊 就是确实葬送掉了前面的成果 但整盘棋白棋从一开始的战斗就体现了他的风格 而且计算上也很精准 其实是一盘 哎呀 但是我就说实话 这么聊就挺挺难受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这么聊 我们总是这么聊那个形势一片大好 总是这么聊那个那个 其实形势那个局面都发挥的非常完美 但是就不能聊最后那一下 你知道吧 就是对吧 已经很多 特别是跟小生下已经很多次了 所以这么聊说实话 挺尴尬的 我觉得啊 就是怎么样你避免这种说实话 就像刚才鲁鲁说的 你前面那么复杂 你眼花缭乱的那个那个死活那个杀气 都能看得很那么轻 这个那么简单的一个low吃 没去看啊 这个怎么聊吗 这个对吧 就是可能这一下松了 对总是这个关键时刻 就所谓的所谓掉这种链子 说实话真的挺痛的 你不管这个棋最后怎么判 你你事实就是166下完已经局部有点崩溃了 这个局部 对吧 就是那你前面 而且你前面说实话 你你 但凡这部棋稍微下了慢一点 你你去街上 你就不会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超时的这个事 嗯 就不会有点不上这事 因为也不需要你想嘛 也不需要读到球 就是因为打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这个地方 收拾不了了 那个才有点乱了 对 这个真的很难去解释啊 球们就是 对吧 当然有些球们也说这个是水平问题 技术问题对吧 确实你要一次 两次我觉得 问题不大 就可能 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 我们可能在独秒阶段啊 就是我们的高手们可能还是相对来讲 尽量去呃 去训练自己在独秒下的一些能力 就感觉上好像独秒中 我们其实除了几个 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下棋慢的棋手之外 独秒比如说像许家阳那种独秒 其实整体失误比较少 但其他的很多高手真的是进入到独秒以后 肯定是比他在时间充裕的时候会不稳定的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 我们要加强的一个缓解 对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你如果技术暂时弥补不了 你可以用逻辑推理的 有些招真的 人家你肯定是内部棋得慎重下的 其实跟杨领兴那个也是 点进去你怎么能接呢 如果点进去你能接 会觉得小生那个点不就没用了吗 就是你一定要谨慎的 对吧 人家最后就相当最后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命一击了 怎么会说轻而易举了还会亏损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 从那个思路上也想得太简单了 毕竟人家现在是排名第一的 对吧 已经赢了那么多盘了 是的 所以的话这盘棋 其实如果从整个棋的走势来讲 就是我们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感觉 那当然最后呢 因为出现了这一个插曲 然后最后双方 中韩到底是怎么协商 然后最后怎么的结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天元围棋公众号 给大家的报道 那么这盘棋呢 今天目前应该是暂停了 所以我们的棋局也定格在这个画面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就到这里 那感谢起我们的收看 然后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赛事直播 以及今天这盘棋到底最后怎么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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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